叶峰哥哥,自博的烧烤好好吃哦,吃完这些我还要 行啊,今天的烧烤馆够,你想吃多少都行 咦,这不是小婷吗,你也来自博吃烧烤了 苗苗是你啊,好久不见 是啊,我刚从马来阿亚旅游回来 听说这个地方最近很火,所以就来逛逛 看你们这里也就两个人,要不然大家拼个桌吧 行啊,一起坐吧 小婷,对面这位帅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长的是不错,怎么是个送外卖的呀 嗯,你别看叶峰哥哥是个外卖员 但他对我很好的,我想要什么东西他都买给我 呵呵是吗,那还真是羡慕你,不像我过得一点都不好 嗯,怎么了,你男朋友对你不好吗 是啊,他前几天刚给我买了辆三百万的跑车 又给我买了一栋五百平的大别墅 虽然他是世界五百强公司的高管年薪几百万 但还是让我觉得很是心烦呢 我讨厌他那么爱我,每天年卓我烦死了 啊,我去,这女人哪是什么过得不好 分明就是炫富嘛,还他喵得用这种语气说出来 真是恶心 呀,你这分明是太幸福了好不好,别不知足 算了算了,难得找了一个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我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了 可是小婷,大家同为女人我可要提醒你一句 找老公不是找长得帅的就行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能力 不然想买的包包或者想吃的大餐没人付钱 那可就尴尬了 哦,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说你男朋友穷的意思 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罢了 行了,我知道你男朋友很优秀,还是别聊这个话题了 饿了吧,想吃什么我请你 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老板过来一下 您好女士,想吃点什么 20斤的龙虾有没有,来100只 抱歉,这个没有 那澳洲鲍鱼呢,给我来100个 抱歉,这个也没有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那你们还开什么烧烤摊,不如关门算了 不好意思女士,您说的那几种食材只有大酒店里面才有 我们烧烤摊面向的都是大众消费群体 所以无法向您提供,还请多谅解一下 苗苗,人家这是烧烤摊又不是大酒店 你何必为难人家老板呢 不如点些烧烤吃吧,味道挺好的 不是我为难他,是我怕烧烤会吃坏肚子 前几天一直在马来挨压吃牛排吃习惯了 现在吃不得这些路边的东西 这样啊,既然你吃不了这些 不如我在网上点一点份牛排吧 估计半个小时就能送过来 好吧好吧,看来也只有这样了 你要记得让他们给我煎一分熟 这样吃起来才会原汁原味 牛排一分熟那还叫牛排吗 如果你他喵的想吃原汁原味的 不如我牵头牛过来 你直接趴上面啃就是了 保证原汁原味 小婷,你看我的手表好看吗 这是我在马来挨压逛街的时候买的 我特别喜欢 确实挺好看的,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肯定的呀,这可是销卖你今年的最新款 价格足足要二十几万呢 喜欢的话让你男朋友给你买一块 也不太贵啊 不用了,我不太喜欢带这些东西 呵呵,开什么玩笑 是你男朋友买不起你才这样说的吧 也对,像你男朋友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能偶尔给你买个小礼物就行了 这样的好东西确实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对啊,一般人可买不起这些东西 只有像你这种靠手段骗来的钱 花起来才不会觉得心疼 凡哥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臭女人,我如果不找来你能还钱吗 老子的钱也敢骗 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凡哥饶命啊,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求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保证会还钱的 闭嘴,你以为我还会让你第二次当吗 赶快把欠我的一百万给还了 不然我就把你卖了去抵债 小婷救命,快救救我 我可不想被卖掉,快救我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交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吗 怎么还会欠别人钱 什么有钱的男朋友 这女人就是个骗子 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骗了钱就逃跑 要不是我朋友刚好在这里遇到她 我还抓不住她呢 呀,苗苗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还不赶快把钱还给人家 我也想还呀 可是那些钱全部被我买奢侈品花完了 现在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 什么,你竟然全部花光了 可我不打死你 小婷救我 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救救我吧 我快撑不住了,求你了 叶峰哥哥 要不然我们帮帮她吧 看她这么痛苦,我也不忍心 行吧 虽然这个女人很讨厌 但既然你开口了 那我就帮她一下吧 朋友,你确定要替这个女人还钱吗 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确定 不过我不是为了她 是为了不让我女朋友为难罢了 好吧 朋友够意见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贱人 好好谢谢你朋友吧 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小婷 你男朋友那么有钱干嘛不早拿出来 害我把阿姨顿打 你得赔偿我的医药费 最低也得十万块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刚刚救了你 你不但不感谢 我还让我赔你医药费 你有良心吗 切 就算你不拿钱出来 老娘照样有解决的办法 用得着你假惺惺的做了好人吗 你个不要脸的女人 要不是你求我救命 我会让叶峰哥哥替你还账吗 快把那一百万还给我叶峰哥哥 我凭本世界的为什么要还 我就不还你能把我怎么样 无赖 那个凡哥说的没错 你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小婷 不用跟这种人置气 我刚刚在给那个凡哥转账的时候 设置的是两小时到账 现在我已经撤回来了 估计等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 不要啊 你们不能这么做 如果凡哥追过来我会被打死的 被打死也是你活该 你不是说就算我们不拿钱出来 你也照样有办法解决吗 现在开始你的表演吧 喂朋友 你什么意思 干嘛又把转账撤回去了 抱歉了兄弟 这个女人说她的事情 她自己能解决 不用我们帮忙 所以我就把转账撤回了 凡哥 你别听她胡说 她是故意耍你的 臭女人 还敢挑拨离间 如果今天不还钱 看我怎么收拾你 啊 啊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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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